《建民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28号是《建民论推墙》的2434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谈一下卡玛拉哈里斯 也就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美国的这位 即将在代表民主党出征的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他本人背后的一个面目 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卡玛拉哈里斯这一次他不可能当选美国总统 其理由就是认为这个人没有什么政治能力 而且年轻时候还有不堪的当小山的历史 如果我们依偎从他自己成长的历史去揭露他曾经当小山的这些丑闻 那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我们要看今天的卡玛拉哈里斯 他是一个什么政治立场什么政治观点 有没有能力具备担任美国这个全球最伟大国家总统的能力 他过去的历史就过去了 我们不纠缠这些事 他究竟能不能当上美国总统 在美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女总统的这个目标呢 我觉得呢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种可能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卡玛拉哈里斯 他成为美国总统 尤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呢 我觉得已经是近在支持了 只不过他这个女总统呢 不是被人民选上的 因为这个人啊从他第一次担任加州的公职 就是旧金山市检察长社区什么办公室主任 什么那个公共卫生办公室主任 他都不是被选上的 都是被大佬任命的 一直到他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或者是加州的国会参议员 通通都是任命的 没有一次是选举的 所以说他几乎什么 他本人都是被党内大佬任命或者是党内大佬推选 一直当到了副总统 现在又成为了民主党总统的竞选人 而这个竞选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代表民主党出身 2024年总统大选呢 他实际上是民主党党内的小圈子 他们彼此之间一个任命 也就是他呢就成为了总统竞选人了 那么他既然已经成为了总统竞选人 就一定想方设法民主党 让他能够胜选能担任总统啊 问题是他的这个能力水平管理国家的策略 他自己提出的各种办法 显然是没有能够得到美国广大民众对他的拥护 也就是靠选举 他能够当上美国总统的这个概率太低了 那么既然选举不一定当上美国总统 通过美国现在宪法25条变动一下 让他马上就完成美国总统 所以我个人呢有一个很强烈的推测 拜登啊他很可能是在下个月就是九月的中下旬 最多最多是到十月份 他会以某个理由大概率都是年老昏花 病魔缠身提前告退了 也就是拜登呢退出自己的总统职位 让副总统哈里斯呢能够完成拜登余下的 还有几个月的任期 这种可能性我现在感觉越来越大 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了就是我这个推测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推测呢 我认为民主党他一定会在本年度总统大选里面下最后这一步棋 既然拜登已经被淘汰出局 让他退出了明年下一年度总统连任大选 那么就干脆让拜登呢把坏事做到底 把所有的罪名都扛起来 把所有的黑锅都把他背起来 背到最后一刻 趁着大选呢还有最后几十天 直接把总统的实权就移交给哈里斯 以便哈里斯以总统的身份更有效的调动一切资源 来对他自己进行大选的这个决战 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现任总统 绝对比副总统的影响要大得多 无论是在国际上的影响 还是在国内调动各种资源 作为总统本人的话 他当然能给自己的施政能力加上很多分 尤其是在国际场合代表美国总统出战的话 尤其是西方国家元首的话 在你现在还没有明确明年大选 哈里斯是否能胜出的情况下 他如果现在以总统的身份跟国际政要打交道 那谁都尊重这位美国总统 那当然哈里斯他获得这个胜算呢 要比现在他这个副总统胜算要大得多啊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民主党不会玩这一套 也不要认为只有中国人才会玩什么宫廷斗 玩什么权魔斗啦 玩什么三十六计啦 美国民主党有奥巴马 有佩洛西有希拉里 还有那个没脑子的AOC奥马尔这一类人 他们如果是对哈里斯做出这种所谓顶层设计 你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吗 所以我认为拜登不仅仅是退选 很可能还会退出美国总统的任期 让卡玛拉哈里斯呢过一把总统赢 在这个最后的总统任期里面 为他自己的大选呢获得更多的资源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时间呢不会太长 因为拖的太长拖到十一月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大选是十一月五号嘛 因此来讲我认为是在川普和卡玛拉哈里斯 第一次总统大选辩论之后 这场戏呢就会上演 因为现在呢目前初步确定的是九月十号 川普和卡玛拉哈里斯呢有这么一场电视大选辩论 这是历次美国总统大选呢都必然会上演的一个民主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进行大选当面的实况转播的一个辩论 过去呢都有 今年这个辩论的第一场放在九月十号 那么这一场辩论呢如果民主党的高层看到卡玛拉的表现 甚至还不如拜登比拜登还要差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办法是把卡玛拉哈里斯再换掉了 因为再换人已经绝对来不及了 他们只可能是釜底抽薪 让拜登呢彻底滚蛋 卡玛拉哈里斯赤膊上阵 最后一搏也就是让他以总统的身份呢 最终跟川普再战斗这么几十天 最终还有两个月不到嘛 11月5号就投票了嘛 所以说呢我觉得在第一次大选辩论 如果是卡玛拉哈里斯是惨败的话 那完全有可能他们动什么 让卡玛拉哈里斯提前兼任总统 最终调动总统在任上的所有资源 为卡玛拉哈里斯最终加一把油 在11月5号大选中呢跟川普呢做最终的一搏 所以呢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民主党告证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 卡玛拉哈里斯不具备这个实力啊 只是硬把他推上来 现在硬推敢压着上架 问题是悉尼不一定扶得上枪啊 这就像美国最高法院的黑人大法官 克劳伦斯托马斯就说过 卡玛拉哈里斯实际上是不适合担任任何政府公职的 为什么大法官托马斯他要这样去说呢 他这样说完全具备他自己对卡玛拉哈里斯 就是个人从政能力的判断 也就是卡玛拉哈里斯他自己在他所有走过的这个政治道路中 他自己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以及他能够决策的那些部分呢都可以看出 他已经完全背叛了美国国父们建造美国时候 就通过宪政设计确立了美国的价值观 确立了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 确立了美国树立全球自由主义光辉的灯塔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民主党的大选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他在美国推行的不是资本主义啊 他在美国再造的是共产主义 他要走的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曾经走过的共产主义的道路 他要把美国引领的方向是委内瑞拉和南非 为什么网络上都不断的对卡玛拉哈里斯他走共产主义道路 大家对这方面的评论非常多呢 我相信是有非常多的有理由的证据的 根据8月19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在官方社交媒体就是电报频道上面啊 发布了一个重磅的政治炸弹 这个炸弹呢是揭露了卡玛拉哈里斯 在冷战期间前苏联设在美国的支部 美国共产党呢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 并且公布了他在1984年6月首次访问苏联的时候 由苏共给他签发到苏共党员证 这就完全证明了卡玛拉哈里斯在年轻时候 就热情的投入了美国共产党 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 亲自访问过苏联 并在苏联呢接受了共产党的党政 那么这个党政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十年十六岁的卡玛拉哈里斯 当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并且宣誓他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众生 他最终把这个党费一直交到了苏共垮台的1991年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提供的各种证据 卡玛拉哈里斯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实际上就是美国和前苏联冷战打到最关键最核心的时候 美国当时是里根总统执政 在这个期间里根总统是对前苏联发起了星球大战 这个星球大战就是严重的消耗了前苏联他最后一点点本钱 把苏联完全是搞空了 所以最终呢在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呢就完全土崩瓦解了 那么也就是在里根总统星球大战在冷战打到最关键最核心的这个时候呢 卡玛拉哈里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他就先后多次访问过苏联 根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提供的这个数据呢 表示他至少有三次前往苏联 在全苏共青团组织的赞助下前往莫斯科和克罗列日 参加了苏联共青团的活动 因为全苏共青团啊就跟中共的这个共青团一样 他不仅仅是一个青年团体 他更是一个共产党灌束思想的机器 是培养未来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温床 卡玛拉哈里斯是从苏联共青团第二书记的手上 接过了他的苏共党员证 那么这一段历史呢 卡玛拉哈里斯从来不愿意提起 目前来讲是被人家俄罗斯国家党案馆披露了他当时的这个入党的各种证明呢 来揭露了这一段他想掩盖的丑闻 那么对这段历史呢 在网络上不断的爆出以后 卡玛拉哈里斯是保持自己的沉默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的竞选总部表示 他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说明和反驳 那为什么不说明反驳呢 他这段历史是不是真的呢 也就是说他这段历史是否是真的 我本人也没办法确认 只是网络上面现在都有大幅的新闻报道 那么对于他本人是不是真的是参加共产党 曾经是共产主义战士 热衷于苏联共产党和加入美国共产党 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这种历史过去是不是这样 我不敢下结论 但是他的思想 他自己所谓一以贯之的 推行的共产主义策略的这些事实表明了 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嘛 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各种政策 尤其对美国推行的各种经济政策里面 可以看出他延续共产主义思想 在美国他即将实现的他自己如果当选总统 他在美国推行的各个经济政策 最简单的就是加税的政策 也就是卡马拉·哈里斯已经宣布 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 他首先就会在美国征税 第一个征税目标是要增加五万亿美元 那么这五万亿美元的这个征税目标 究竟是哪些呢? 首先他是准备把美国的小企业的税率 上调到39.6% 这个小企业一上调 看上去好像是小企业给国家多纳税了 实际上他是加速了美国小企业的死亡 因为小企业本身就是不堪重负的 他们获得那一点点利润 本来是支撑这个小企业 他还能够运转 你现在调高那么高的税 小企业要么是关门 要么就是什么?就是裁测员工 降低员工的各种福利待遇 这种情况下 只可能是导致社会的失业增加 导致小企业关门的增多 所以你收上来的税 给市长带来的大量的小企业的关门 给大量的这个失业人群的增加 你显然这个经济政策 加税是不能够起到提振国家经济的作用 相反是摧毁了国家的小微经济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他提出要把股票回购税增加四倍 也就是谁要把股票再卖出卖进 那么最终对你的加税呢 在原来的税率上要增加四倍 那谁还敢投资呢? 人家本来投资股票就是为了赚点钱的 而这点钱都给你去交了跑道费 都给你交了税 谁还去投资呢? 那不投资这个社会怎么健康发展呢? 第三个他是对市场上 现在新兴的加密货币 挖矿使用的电力呢 他要征收30%的联邦消费税 那这毫无意外来讲 是对那些加密货币 他们本身交予的费用嘛 因为既然我们要交那么多税 那么大家都要把这个税收里面的这个负担 转嫁到买卖上面 那么只会增加市场的更加的加剧嘛 第四个他是对美国的能源费 要增加那总额达到370亿美元的税 美国本身来源就没有开采 都是到外面去买石油 如果是美国现在有的企业 还在自己开采石油的话 他给你可以中税的话 那最终就赌上了美国自己自产自销石油的这个能力了 因为什么加了那么高的税的话 美国的石油生产产出来 他可能这个里面的销售价格 都已经高于从外面采购 从中东地区采购石油的价格 那哪一个企业还有积极性 再在美国自己去开采石油呢 所以他实际上就堵上了 你们自己开采石油的这条路嘛 第六个他是打算取消 父母去世时候的加倍税金 征收第二笔遗产税 那在美国每个家庭来讲 父母一旦去世 你每个家庭都会接受一部分遗产 如果这个遗产再征第二笔遗产税的话 那最终父母留给子女的所有的那一点点财产的话 给你几次税一征 父母还有什么遗产能留给自己的儿女呢 第七条他是对为实现收益要征收违限的财富税 那么都没有实现收益 为什么要去交税呢 人家根本投资就没有回报 都亏本了还怎么去交税呢 赚钱你去交税 不赚钱也要交税的话 那谁去投资呢 第八项是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 是中国的两倍多 第九还要加征退休税和医疗税 所以说现在卡马拉哈里斯就变成了是万税 他一旦成为美国总统的话 他就会对美国大大小小的阶层 从上到下 从富裕的到中产的 给你们刻意乱七八糟的科学院杂税 最终就掏空了美国的中产阶层啊 那很多人都不理解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美国政府本身收了税就是应该造福人民的 他作为一个民主党的总统 他大力的征税 对这个社会推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我告诉你讲 民主党最喜欢加税 加税的这个好处太多了 第一个加税可以扩大政府机构啊 可以增加政府部门的员工 而民主党推行的大政府机构 就会使整个国家机构臃肿 人负于世 而大量吃黄粮的在政府里面工作的这些员工 他们毫无疑问来讲是永久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嘛 因为他们已经端着铁饭碗吃着黄粮 他们怎么会愿意民主党不执政呢 因为民主党是搞大政府而共和党是小政府 共和党推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 政府的这个效率要高 政府的人员必须精简 尽量政府里面少用人 而民主党不是这样 民主党要扩大大政府 要用太多太多的政府的员工 最终是嘛 让这些人全部断上铁饭碗 全部吃黄粮 你看这个共产党里面 他这个大大小小的官吏 一个县就有几百个政府部门有什么区别 这是第一个 就是扩大政府机构 第二个加税 可以尽快的消夺中产阶级的资产啊 也就是不断的加税 中产不断的往上交税以后 很多中产最终不堪重负 就由付转平了嘛 而政府多征收过来的税 他们可以用这些税收呢 去收买低收入人群 用福利去锁死他们 让这些人根本就不用上班 你们就坐在家里面吃福利生活就行了 你们之所以能得到福利 那就是因为我们掌权 我们执政你们把选票只要投给我们 我们呢就会给你们福利 那么给你们这个福利也仅限于温饱啊 因此就可以把大量的贫穷人群 包括那些中产油腹转平的人群 永远锁死在贫民窟 这些人永远吃福利 永远给民主党得票 这是第二项对民主党非常有好处的事 第三项什么 第三项加税是可以把政府项目判给那些民主党的大金主 和民主党那些大佬 他们自己这个圈子里面的各个家族里面的亲朋好友嘛 让民主党掌权的政客全部都成为富翁 最简单的例子你可以从本世纪开始也就是嘛 在全球化之前呢尽管民主党它本人和共和党它有很多分歧 但是这些分歧都是党内资本主义道路上两架不同的马车 但是跑向的目标都是跑向资本主义这种竞争呢 还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一个良性竞争 但是自从全球化也简单一点讲 自从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希拉里他们当政以后 最终美国民主党的这些政客全部变成了富翁了 在过去美国很多民主党的总统都很穷了 包括你看卡特 卡特他是1979年中美建交时候 当时时任的民主党的美国总统 基本上是美国历史上被评判为最差的总统之一的 但是人家不贪财啊 也就是卡特知道死的时候他都是很贫穷的 他自己租的那个房子只值几万美元 但是到克林顿当总统就不一样了 克林顿当总统之前 他跟希拉里两个人的这个财产收入是非常非常少的 最多最多是几十万的一套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还有很多案件 他之后的奥巴马作为民主党的总统 当时奥巴马只在芝加哥有一套三十多万房产的很普通的一套旧房子 他只付了10%的首付有90%的案件 就明显可以看出克林顿也好奥巴马也好 他们担任总统之前他们本人都是负债累累的富翁 不是那个富裕的富翁 是负债的富翁 也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钱 但是这两个人八年总统当下来 这两个人都是一万富翁了 他们巨大的财产从哪里来的呢 南西普洛西从政之前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叫做Housewife 但是自从他从政这么几十年以后 南西普洛西的这个投资能力跟同时代的巴菲特来比的话 他比巴菲特要领先甩巴菲特施马条件 巴菲特和他同比投资同一个股票之后 他的收益要比巴菲特高几倍呢 他难道他的这个在投资上面的能力 要远远高于巴菲特的智慧吗 那么最典型是IOC啦 IOC他本来是纽约的一个酒吧女 因为他自己长期交不起房租 被房东告上法庭都不止一次 但是自从他当了国会议员 而且一共就当了两届啊 到现在IOC还算是一个年轻的议员啊 但是仅仅就是这么两届 每届两年一共就这么四五年议员干下来 IOC已经从过去不断逃房租的一个落魄的酒吧女 现在他个人的身价已经四千八百万 也就是这么多的钱他们都从哪里挣过来的 这就是民主党的策略 让民主党的大佬 他们首先先富裕起来 邓小平过去讲 要让我们的儿女先富起来 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只是我们的儿女 而民主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让民主党的大佬们先富起来 这些大佬们他们的这个富裕 当然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赤裸裸的给你送钱啦 去贪腐受贿啦 明目张胆的接受别人给他送来的贿赂啦 而是有无数让这些大佬们合法获得收入的渠道和机会 比方说演讲啦出书啦代言产品啦参与投资啦 获得高额回报啦 你想想看如果你不是民主党的大佬 不是国会议员 不是在民主党里面已经成为无风唤雨的人物 谁请你演讲啊 谁买你找人帮你写的书啊 谁会拉着你一起投资啊 谁会给你百分之五百以上的回报啊 哪有这种机会啊 但是如果你从政你成为了名人成为了民主党的大佬 这种机会就天天从天上掉下来 所以说卡玛拉哈里斯你别看这儿吧 他给富人争稀好像富人也吃亏了 但是他可以给这些富人创造他们发财的机会啊 比方说卡玛拉哈里斯就提出 他要在他第一个任期里面 在美国建造三百万套住房 提供给低收入人群住 尤其是给非法移民住 那么请问这三百万套住房交给谁去建 哪一个开发商能一个人把这三百万套住房 把它吃下来这么大的目标 你想想看他第一个任期就是四年 四年建造三百万套 那也就意味着每天要竣工两千五百套 那在全国至少要有几十个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开发商 他们一起在做这个项目啊 而你哪个开发商是人家民主党大佬的朋友 你才能拿到这种机会 才会给你每天竣工两千五百套的 你这个建造的资格 你拿到了这么大的项目 你能不发财吗 所以你给国家交点税 所以你担什么心呢 会让你发财 会让你损失掉的税收通过给你项目 你就弥补回来了嘛 那么三百万套住房把它造出来给谁住啊 那显然就是给那些给民主党投票的 尤其是那些非法移民住嘛 加州已经率先出台了零利息零首付 并且政府最高补贴 达到15万美元的一套住宅的这么一个条件 也就是那加州你给你提供一套75万美元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绝对已经是非常好了 因为75万美元在加州那个相对偏一点的地区 75万美元在当地已经是豪宅了 那么这种房子如果给非法移民住 它就意味着非法移民一分钱都不用住 零利息零首付白拿一套新房子嘛 而且这个房子一到手立马就增值15万 就立马就省掉15万 国家给了你15万补贴 这个房子你只剩60万美元 需要你慢慢每个月去还按揭 那么三十年按揭 一年只要还到两万块 每个月也就只只还一千六百六十六元 零利息你只是全部还的本金 所以这是非法移民 他们就可以在加州获得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啊 美国公民买房子每个月付的利息 也不止一千六百六十六元啊 我一个全家都是美国公民我买的房子 首付了几十万美元之后 我每个月还要给银行付三千三百美元的案件 而这三千三百美元的案件里面 光利息就达到了两千四百美元 因此当我们很多已经移民美国 并且入籍的朋友 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会开玩笑 就说有没有退出美国公民的办法 咱们也去申请一个非法移民 我们也享受一次零利息零首付啊 所以说呢这就是哈里斯的政策 那么哈里斯他本来他在民主党里面也是名不见经传的 要论选举他根本就没办法走到这一步 到哪里老百姓会选上他呢 要能力没能力要水平没水平 根本就没有从政的业绩 尤其还有过去非常不堪的做小三的历史啊 我昨天节目里面谈到了 民主党前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叫加巴德 他现在已经加入了川普的团队 他实际上就是卡马拉哈里斯的个性 2020年大选的时候 第一轮就是他们两人在一起辩论 当时加巴德他就拿出一张照片 告诉卡马拉哈里斯 就是我们两人成长的路径 就决定了我们两个人对这个国家的态度 以及我们两人各自人生的态度 他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年轻时候的卡马拉哈里斯 他是靠绑大款绑黑人的这个旧金山市长 靠大佬拉扯他最终走入政坛的 而现年只有43岁的加巴德 他本来是前国会议员和退役的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的少校 他从军一共18年 先后到过伊拉克战场和科威特战场 曾经代表夏威夷担任过国会议员 后来呢他于2022年退出了民主党 因为什么民主党的政策 对于他来讲已经只能是见形见形了 他抨击所谓的民主党的政治正确 就是觉醒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拜登哈里斯最喜欢挂在嘴边的Vox 也就是呢拜登哈里斯最喜欢号召美国国民觉醒 而这种所谓的觉醒实际上就是挑动种族仇恨 挑动黑人对白人的仇恨 企图什么在美国扩大种族之间的矛盾之后 然后最终民主党呢就混水摸鱼了 所以作为民主党前副主席 他本人现在已经离开了民主党 而加入了川普的这个竞选委员会 未来相信他会在川普的内阁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且对推进美国再次伟大 他会做出他的贡献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通过这两个人的对比 你就可以看出同样都是美国人同样年轻时候都有自己成长的历史 一个呢是靠自己不堪的历史 现在已经混到了嘛混到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另外一个果断的退出了民主党加入了川普的这个竞选委员会 未来会为美国国家做出继续的贡献 所以说最终选谁来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 我相信有选票的美国公民 你通过卡玛拉哈里斯他本人的所有的施政的政策 他本人一一贯之推行的在美国大大小小的 他已经推行的各种政策 你就应当能判断出他如果当总统 美国是会走出什么样 我并不是一定鼓动你必须要去投川普 你可能不一定喜欢川普 但是你可以不喜欢川普 但你绝对不能去喜欢哈里斯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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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